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介绍McDemar的检定 McDemar的检定是什么呢 它是专门针对于这个 非独立样本的比率的一个卡方检定 这个其实它就是专门做 相依样本的卡方检定 这种提醒 这个其实是 看起来很难 其实并不会很复杂的 那么他主要探讨的是 就是说我们看看 是不是经过了一个变化之后 比如说在选举人的话来说 经过了一个演讲之后 原来是支持的 或者变成不支持 或者是原来不支持的变成支持 就是由是变成否 跟由否变成是 这个的个数的是否相等 也就是说 这个前后比例是不是改变 他经过了一件事情之后 有没有所改变的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检定的一个重点 那么我们检定的方法的话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一个二阶的列连表 那么怎么看呢 事前 成功 这是左边的这个地方 是看的是成功失败 事件后在这个地方 那么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是 这是成功 我们就相当于是支持 失败就相当于是不支持 那么重点是在于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这一块跟这一块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一块的话是代表什么 原来是成功的 后来呢 事后了 不成功 那么这一块是什么 原来的话呢 是失败的 后来成功的 这两个不要看 为什么 这两个的话呢 是根本没改变 原来支持的就是支持 还是不变 原来反对的还是反对 所以也不变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这两块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用P来表示 比例来说的话 这边将作是P1 P2 P3 P4 重点是在看这里 2跟3的比 那么虚无假设 我们的话 可以用的是什么 三种 一种就是双尾 这个是 右尾 这是左尾 一样的 重点是 我们的统计量 非常的简单 上面就是 B-C 下面就是 B加C 开平方根 那么这是 可以证明的 这是可以证明的 当然 每一个统计量 都可以证明 只是说 我们现在没有把这个证明 放在这上面 但是证明 并不是很麻烦 那么我们来把一个例题拿来做解释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偏头痛药的一个药效的一个测试 选定 一百位病人 一百位病人的话呢 就是给新药或安慰剂 那么实验八周后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么这一百个人里面 因为他不论是吃了新药还是安慰剂 都是这一百个人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题目是一个相依的样本 那么我们来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比较的是 有没有什么差别 是否一样有效 如果说是心理治疗跟药物治疗 这边就是所谓新药跟安慰剂的差别 有没有差呢 当然是看这里 看这里 好 那我们现在先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虚无假设是什么 虚无的假设的就是这个 P2 这个我们用 我们这个这样写也可以 这样写的话呢 这叫做1-1 这叫做1-2 这叫做2-1 这叫做2-2 一样的 这是以矩阵的写法来写 它就是特别讲到的 这个是1-2跟2-1相等 这两个如果相等 代表的是 就是叫做节仓补短 没什么差 但是如果说这两个不一样 那就影响的很大了 好 那现在下一步 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的统计量Z Z就是 这边是 A B C B-C 就是21-43 那么分母呢 是21加43 开平方根 这上面是几呢 这上面是负的22 下面是根号64 刚好是8 所以这是 这个值 那是多少 负的2.75 那么结论显著不显著呢 题目告诉我们是 α是0.05 那么图来看一下 0.05 那这边各自 0.025 这个我们用的很多了 这是正的1.96 这是负的1.96 那么 负的2.75在哪里呢 负的2.75在这边 所以 结论是显著 结论显著的意思就是 我们 拒绝H0 所以说 这个新药有没有效呢 有效 我们不能说它是 跟安慰剂一样 那么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相依母体比例的 减定的立体 那这种提醒的话呢 常常是在 做这个药物的 这个临床实验的话呢 常常会用到的 那这个技巧 这个方法 Market Marr的话呢 它是采用的是 Z分配 那么重点是 我们要说 用Z分配 那么不都是 大样本吗 对 要用大样本 才用 才可以用Z分配 那么 什么情况之下 用大样本呢 我们 B加Z 要求很低 10以上就可以了 10以上 我们都用Z分配来做 那么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相依样本的 比例差的减定 也就是 相依样本的 什么呢 相当于是 卡方减定 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